105年台北市公司力高中职博览会即将在本周末13号登场 来自北市七十所的公司力高中职无不卯尽全力秀出学校的各类特色 吸引学子前来就读 教局也希望即将毕业的学子届时能够到场参观 以便依照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 我们吸引同学们就读的除了我们的地理很方便以外 就是我们有多远的科 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特色课程 那会让学生在自己的性格上会有很多的选择 然后真的可以做到适性的发展 那我们老师也会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专长会做一个很好的栽培 我刚讲你说像工业类科 像有建筑电子电器的 我刚讲商业设计都都是很有名的 像他们在这边今天展出的像餐饮 餐饮台北市也是很强的像 那刚还有时尚设计 那其他也有学校也有摩托 像观光设计科也有 所以呢其实这一科别还蛮多的 我觉得就是要多了解 由于今年台北市首次举办优先免试入学方案 为了协助学子与家长了解选田志愿的流程 教局特别在13号当天 在市府一楼举办两场次的升学讲座 以及技职群科宣导提供更为深入的升学资讯 台北市今年度第一次办优先免试入学 那我们大概高中子的部分呢 各个学校都是一般设计高中的部分 高中子的部分 大概每个学校都提供5%到15%的名额 那学生呢是选田一个学校 那因为我们在这边 他是额满他就会比他的那个 比他的那个原来跟我们免试入学成绩比法是一样 可是选田志愿的话不用特别挑 就进入学 喜欢而且我们必须要强调 你真的喜欢这个学校你才选 如果你不要的话就请你不要选 因为这个名额也不是特别多 由于今年高中职博览会主题 定定为多元进入通环语 世信杨才展潜能 同时还特别规划了早鸟特别抽奖 以及闯关卡摸彩活动 为的就是希望即将升上高中职的学子 能够了解自我兴趣 并且能够就进就读 及早规划自我的高中生涯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中佳有限电视 宇采访赛 スプリケット